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1月1日的星期日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最新的疫情政策 話說李夏恩副局長在有線新聞說到口罩令何時放寬 他亦承認通關這個情況令市民恐慌 但就反問恐慌是否有需要 整個情況如何和各位了解一下 另邊商也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有線新聞的最新報道 專訪李夏恩副局長 他這樣說疫情是需要著陸 就說要等待冬天過去才考慮取消口罩令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本港和內地通關在職 不過外界關注內地疫情升溫 現在是否通關的好時機 醫務衛生局副局長李夏恩認同 通關令市民恐慌 但反問恐慌是否有需要 又認同冬天放寬防疫措施有風險 因此保留了最低成本的口罩令 疫情大流行未結束 政府已經鬆綁大部分防疫措施 就連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都認為 夏天放寬才會價為穩妥 醫務衛生局副局長李夏恩接受有線新聞訪問時說 疫情將近三年始終要嘗試著陸地說 李夏恩是這麼說的 我就不會說疫情是完結的 疫情已經要著陸 就好像我們坐飛機要降落 我們現在已經到達一個地步 一定要降落 而且一架飛機在天上飛了這麼久 都要看看燃油是否足夠 如果飛機不夠燃油 就好像香港經濟已經受損 可能要轉變策略 現在只剩下口罩令 李夏恩副局長說一定要等冬天過去 才會考慮取笑 李夏恩是這麼說的 冬天放寬是有點擔心的 所以為何我們仍然會保留口罩令 一定要過這個冬天 記者就問 即是會一步步放寬 而不是一下子全部不用戴口罩 李夏恩副局長就說 視乎到時的情況如何 如果條件許可 我認為放寬口罩 如果到夏天的情況穩定 放寬口罩令不是什麼問題 內地通關在職 兩地確診仍然高期 近日又出現搶藥潮 李夏恩說理解市民的憂慮 他這樣說 基於大家以前有一些不好的經歷 所以覺得一有這些情況 便要搶藥 如果你記得 之前也有很多人搶廁紙 這個情況是一樣的 但現在回頭看是否有需要 近三年的疫情 李夏恩覺得是寶貴經驗 出身至醫管局 對經歷第五波疫情更加黑骨銘心 李夏恩就說到 記者問他 你覺得政府當時處理得如何 他就說當時的確是未能掌握的事 包括病毒變異 其實大家都很盡力去做 你問有沒有改善空間 回頭看一定有可以改善的事 以上來自有線新聞的最新報道 專訪李夏恩局長 近日逢是政府的疫情記招 都是李夏恩出來答問題多 盧寵貌就不時出現 關鍵時間就會出現盧寵貌 例如說出來說安心出行重要 隔兩天就取消 再來跟你說說疫苗通行症有作用 隔兩天又停了 李夏恩以往通常是技術操作多的回應 他說通關是令市民有恐慌的感覺 他坦然承認 不過反問恐慌是否有需要 再用 之前都是搶廁紙 搶過廁紙金波搶藥 廁紙和藥不同 藥是用來治病 到時你真的發燒沒有藥食很慘 但若然你到時沒有廁紙用 可能另一個情況 沒有那麼差 兩者是否能夠比較 交給各位網友判斷 問到之前不是很緊張 突然之間放寬大部分的防疫措施 在局長之前不明說 若然世衛承認大流行結束才會考慮放寬 副局長就用了另一個秘譽 說一架飛機不可以在天空上飛那麼久 還要看看有沒有藥剩 老實說你也飛了那麼久 這些藥用到差不多 若然用藥來做一個秘譽 麻煩你先派錢 經濟真的被防疫措施弄彎 現在儘管剛剛放寬疫苗通行證 還要有待時間回復 而最大關鍵是1月8日的通關 若然通關過後的情況有突變 又會否有機會收緊措施 這也是各界關注之一 另一邊雙也說說這則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鐵路工會就說已經準備就緒 紅磡直通車站會否重開成為移民 報導的來文是這樣的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在社交專頁表示 特區政府努力爭取最早在1月8日 實施與內地首階段通關 香港鐵路工會聯合會主席林偉強表示 支持和期待盡快通關 估計羅湖、洛馬州和高鐵西九龍站會重開 但紅磡直通車站會否重開成為疑問 事實上港鐵行政總裁金澤培去年12月底曾表示 歡迎香港和內地逐步有序全面通關 表示已作好準備 全力配合政府恢復通關的安排 又指期待羅湖、洛馬州站以及高鐵西九龍站 可以恢復提供服務 當中未有提及紅磡直通車的安排 林偉強說 硬件方面例如車站設備 路軌一直有維修 大部分設施都有檢查 已經準備就緒 但自從幾個關口的車站關閉以後 同時都已經調到其他車站工作 如果調到原本的車站 其他行車線的車站的人員就會減少 可能浮現甚至惡化人手短缺的問題 林偉強又估計羅湖、洛馬州和高鐵西九龍站會重開 紅磡直通車站會否重開 仍然有疑問 因為原本在三個車站工作的同事 明天開始陸續回到車站報道 進行演練、檢查設備等等 亦預料港鐵很快安排車長 熟習相關的鐵路 但紅磡直通車站的人員已經調到其他部門工作 亦沒有消息說回到那個站協助 自從高鐵通車過後 紅磡直通車站需求減少 相信歷史任務會完結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紅磡直通車站看來未必會重開 因為工作人員內部消息也沒有調回原委工作 簡單來說已經沒有人調回那個站 估計這個站最終會隨著高鐵重開 正式走進歷史 另外又說說一則網絡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話說弟弟提出裝修 阿哥計劃買樓結婚 拒絕夾錢 引致炒大禍 就說比一半50%都挺肉赤的 報導的內文是 各位男網友在連登討論區 以這個公屋裝修 比不比錢好為提發帖文 指自己和弟弟租住三十年樓齡的公屋 十年前曾經裝修廁所和廚房 近日弟弟再次表示住得不舒服 想著裝修、油油和更換傢俱 包括梳化、電視櫃和床 希望和事主一人一半分擔費用 不過事主打算買樓結婚 預料2024年便會搬走 他亦要負擔新樓 七成的首期 就說住多一年搬出去 還裝甚麼收 不過弟弟不認同 就說我弟弟說住多一年都是時間 早給錢裝修早享受 兩兄弟難以達成共識 更為此大炒一頓 就說現在談到鬧了 但裝修幾萬元都走不掉 我給一半50%都頗欲尺 他補充指弟弟未有女朋友 相信短期內不會結婚 自己是公屋護主 如果搬走後對方很有可能成為寬敞戶 到時或被要求搬遷或交雙倍租金 鐵文引起網上熱烈討論 有網友認為始終都是一家人 免相和氣 就說少少錢、船 亦有人認為沒有說對不對 將來跟女朋友分手都可以搬回去 給錢裝修 不如早些搬出去 亦有網友認為裝修是多次一舉 以上來自是網絡熱話 說合不合錢好 若然阿哥日後搬走了 這個單位也頗有機會變成寬敞戶 何惠寬敞戶就住大了 結果房屋處應該會發封信給你 要求你搬去世單位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